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 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常常会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 但在影视剧之外,这样的情况是否依然存在呢? 最近电影《画皮2》正在秘密的拍摄当中 这部汇集了赵薇、周迅等国内顶尖明星的电影 还没上映就给观众带来一出好戏 最近一则《画皮2》制作费用以及演员片酬曝光的微博 让众多的画皮迷们争相的转发和围观 其中几位主演的片酬更是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主演赵薇、周迅、陈坤分别以450万、400万和350万位居前三位 而最近大热的《情侣荡蜂蜜》组合 杨幂和冯绍峰的片酬却只有80万和50万 这些数字究竟可信吗? 它的来源又在哪里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赵薇的言行一向是直来直往 今日他在微博中气愤地写下这样的话语 有时候我真的会恨死某人 激烈的言论引起了粉丝们的讨论 有网友推测 这位让赵薇恨之入骨的人 疑似是周迅的经济人余光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呢? 让我们来细细说明 昔日环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如今升格为人妻 还不是在微博中秀出老公与女儿的照片 可谓是家庭事业双得意 不过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张 印有电影画片一人片酬的清单 主演赵薇、周迅、陈坤分别以450万、400万和350万位居前三 而最近大热的《情侣》党蜂蜜组合 杨幂和冯少峰的片酬只有80万和50万 很少出演影视作品的费翔 甚至只有30万的片酬 对于存在如此大差异的片酬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之前《画皮2》的发布会上 看出一些端倪 当时两大主角赵薇和周迅 对自己揭拍《画皮2》的经历 也有着天壤之别的态度 动作戏不多 但是打得很激烈 所以虽然只有一场 但是还得很努力这样的 我主要负责就是每天睡好 吃好 喝好 然后把这个皮包包给弄好 这样说来 这份来历不明的片酬强单似乎更靠谱 不过 对于赵薇以450万元片酬 力压周迅400万元的片酬 却引发了周迅经纪人余光照的回应 他在微博中写道 作为证据的照片也太粗陋了 让人感到好笑又可怜 既然片酬自己拉抬到这么高 作假的手法可以再考究一点 一线不是靠胡算或插队就有的 言下之意思暗指赵薇片酬作假 赵薇随即在微博中回应说 恨死某人 让人不禁余光照的言论做起了联想 而对此 赵薇的经纪人陈荣解释 恨死某个人不是指余光照 事实是大家相处得很好 没有互相攻击的必要 而问到赵薇指的是谁时 陈荣则说 每个人都有情绪的变化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请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这份艺人片酬清单 到底是网友的恶作剧呢 还是一线明星之间的明争暗斗 那片的宣传总监麻先生就做出了诚信 首先 我们都和明星签订了保密协议 所以绝对不会将片酬 就这样打赢在一张纸上 而且 虽然我不能说明他们的片酬 但是和上面所标明的差距很多 至于记者追问 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时 麻先生则没有给出回应 娱乐尖锋整理报道